为什么 你都在宋有没有 什么writer 都不 accept 不要脸 你们在干什么 放手 欲擎男 为何你中了大百合的毒却没晕 因为我把折扇里的毒粉药粉 通通都给小雁了 你为什么给他 我收了小雁为徒 当师父的总要在徒弟面前 露两个手吧 在为师正式收你之前 我这里有约法三招 第一 你得保证为师永远有鸡腿吃 好说 第二 你得时刻保护我周全 不离不弃 好 这第三 算了 还是想到再说 我听话本上说 拜师时徒弟为了表达诚意 还要给师父磕个想头 是不是啊 逆徒 突儿 我已是这腿 拍摄已经断了 你居然是我这样一个隐 这样一个徒弟 我知道你是为我担心 但是小雁给我吃给我住 这徒弟多好啊 嗯 楠楠 她是你什麼人 我姐姐 同輩是姐 我倒是不知 詭儀竟然還有這樣的徒弟 厚顏無恥 這淫賊明明設好圈套 一步步引我深入 現在卻在這裡裝傻充愣 這定是她勾引女子的手動 若非顧及楠楠 我定要好好懲治她一番 別跟她廢話 走 跟我回家 不行 我還要拿第一呢 我告訴你 跟這種人做對 你這輩子都不可能拿到第一 聽到沒有 走 她和我弟姐契約在先 沒有我的允許 你不能帶她走 好了 現在我可以帶她走 我聽說芙蓉客棧的金掌櫃 做香酥機是一絕 我可以讓人去嘗嘗看 琉璃金盆攜手許久 不能因我再捲入江湖分成 你到底想怎麼樣 我要你參加一仙大會 看來今夜無法離開藥王道了 不如但且應用大會 再找機會 被天下女子除了這個禍海 有事 出去吧 吃手 才能出門 就想要薄了 想要薄了 你也沒辦法 想要薄了 那就幾個月 我自己跟你有 櫃月 我要你 刚刚是我下手太重了 不打不相识嘛 这颗药丸 一会儿你吃下去就没事了 师姐 这个黏乎乎的 你先休息 独一姐 现在我们俩清了 得重新开始谈条件 让我参加一仙大会也可以 不过有三个条件 你说 第一 要保证楠楠安全 第二 若我拔得头筹 奖金全部归我 但无论我是否胜出 沉积铺子的地契 外加一万两白银 好好说 这第三嘛就是 如果我不开心 那我可以随时退出 你无权干涉 不过放心 我会提前跟你打招呼的 可以 若你参加完全程 无论胜出与否 我都会付你三万两黄金 可若你中途离开 可若你中途离开 咱们也算旧相识 就算不去弗龙客栈 我只要问问 关心塔的丁博 也有办法知道你在哪里 不是吗 臭银贼 臭银贼 小爷你不是很有钱吗 还缺银子吗 斩好了吗 斩好了 契约 莫贤会重新载你一份 小爷 你怎么不早说 你昨晚为什么不叫醒我 害得我没救成香菱姐姐 这都怪你那个徒弟 夜偏粥 什么啊 我告诉你啊 玉清南 你不仅离家出走 你还引狼入室 我现在命你 立刻跟他解除师徒关系 好好反省吧你 吃饭 娘亲 我跟小爷他 也接触有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 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就给他一次机会吧 而且你不觉得小爷他 很可怜吗 他可怜 对啊 小爷他那么有钱 还要偷银子 他肯定有别人 不知道的苦衷啊 作为师父 我更不能放弃弟子了 我一定会教导他 改邪归宗 正所谓 浪子回头 金不换 是吧娘亲 可怜 楠楠说的也有些道理 这夜片中 似乎并不像是江湖传门中 那样的才华子 可他处心积虑 引我来参加一千大会 目的又是什么 你 是东火风飞到谷底去了 我们不会也要下去吧 是谁说有欲情难在 找到云山雪莲是分分钟的事啊 这千云顶果然雄伟啊 这千云顶果然雄伟啊 徒儿 为师尚且年幼 你律殿的机会可到了 我师姐说了 这云山雪莲应该就藏在谷底 您可要把机会牢牢抓住啊 去吧 叶公子 你既然这么好奇 就猜一猜 我们为何要来找这云山雪莲呢 是否与雪莲的花蜜有关 算你不乖 昨晚香菱姑娘闻到了 胡一三身上的味道 便恢复了神志 而这独火风 醉洗云山雪莲的花蜜 所以多半是胡一三身上粘到的 如此说来 只要找到云山雪莲 你便可用它做药蜜 配置旧植香菱的解药了 没错 我已经把大部分工作都干了 剩下交给你吧 可我从未见过这雪莲长什么样子 不如你陪我一起下去 不不不 我就不用了吧 我看你武功高强 就不要妄自菲薄了 我相信你 现在倒是对我如此信任了 咱们队友嘛 互相信人是应该的呀 这样 我给你画一幅云山雪莲图 好了 喂 云山雪莲不会就长这样吧 要不然你跟它一块下去 看它是不是长这样啊 不不不 我只是看此画甚好 小燕啊 你按照这幅画照 定能找到云山雪莲 为师相信你 这悬崖确实雄伟 青若姑娘选择在崖顶观景 还真是明智之举啊 我们还没找到云山雪莲呢 你怎么那么高兴呢 你干吗 你干吗呀 这个 我先替你保管 不是吧 她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呢 你的眼神暴露了你的想法 而我习惯防患于未然 你个骗子 你干吗 有了 他有了 我你老的 在我身上 不用了吧 她回不来可怎么办呀 最重要的是 还有患病的湘灵姐姐呢 娘亲 我求求你了 我不想抛下小叶 更不想抛下湘灵姐姐 娘呀 我知道了 真拿你没办法 苍天哪 我竟然要下悬崖 还是为了那个银贼 娘亲 南南突然改变主意了 你还是先别下去了吧 我怕你有危险 算你臭小子还有点良心 那是 毕竟是亲娘嘛 放心 你徒弟那么厉害 娘亲只要跟他在谷底会合就行 如果一个时辰没回来 你就去山庄找人救我们 听见没有 好的好的 放心吧 娘亲一定会带着女徒弟 和云山雪莲回来的 祝养安全 好好好 娘亲 娘亲 娘亲